歡迎收看劇海明德的番外篇 《無獎問答遊戲》 我們馬上看看這段影片 看到黃子軒準備說一些話了 人生的所有想義都只得一次 問題來了,究竟他說 人生,只得一次,只得一次 是什麼呢? 我覺得他在說人生世事無常 我的錢收在月餅館 你想想,你都快要跌倒了 你一定是交代很重要的事 但你要明白一件事 頂籠迷五個字 如何世事無常收在月餅館 飯卷館嗎?不是,月餅館嗎? 真的嗎? 嗯,那你覺得他在說什麼? 就是… 我覺得就是… 人生,你也想死 你也想死 他記得了對白,他想要配音 如果我是周圍的人,我會打他 就是… 你幫他不死 通常劇情是這樣的 你已經快要死了 然後幾個字就說得不清楚 你明白嗎? 即是那些畫面 根據我配音的經驗 當我配音的角色,他快要死的時候 他的死因,全部統一都是一個原因 就是要說很多話,說死 因為要交代所有對白才可以死 嗯… 那究竟人生… S… 只得一次 究竟的S… 是什麼呢? 是什麼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